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马上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BuyBuy 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需要我们帮忙的话 可以掃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好了 回来正题 薯片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跟我一样都这么喜欢吃 但是最近有个传闻就说 吃薯片是等于吃汽车味气 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呢 这个传闻又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立刻展开调查 打开一袋散发着人香味的薯片 你很难被它的金黄酥脆的外表所吸引 我们可以想想看着电影的时候 拿着一块薯片放在嘴上 咳嗽一声 一股土豆特有的清香 马上入满整个后康 那种满足那种的幸福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体会过 薯片是风迷全球的头等食品 据数的统计 美国人年军消费总共是9公斤 中国人一年一个人会平均消费是1公斤左右 最夸张的英国人了 英国人每三分钟竟然会消费1公斤左右的薯片 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 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不思不觉地被薯片包围了 例如上楼的时候电脑旁边肯定会有薯片 例如煮鸡的时候最少不了的肯定就是薯片 上楼的时候桌上边也都是五花八门各种薯片 薯片的确是美味有人 但是没有变成的用望满足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最近网上有个帖也都很吸引眼球 一篇标题为 吃薯片等于吃汽车味气的帖 引起着轩然大波 小小的薯片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罪过呢 吃薯片等于吃汽车味气的传言 你相信吗 一个月都吃好多次了 一个星期有两三次 大概一星期吃一次 感动啊 有一个卖小孩子 我一般比较少吃 没有吃的话 吃应该没有吃的 生产厂家生产出来的应该没有吃 不怎么相信吗 有那么厉害 吃薯片吃的汽车味气 我觉得不一定这么讲吧 我觉得因为味气它的可能的 那些成分子跟薯片这些可能大相关吧 不太相信吧 没有什么根据吧 很惨样 那薯片是一些植物炸出来的嘛 怎么会说是什么比起呢 看来对于吃薯片等于吃汽车味气的传言 大家觉书几件 有人就觉得薯片本身就是油渣食品 不是健康的食品 但如果说吃薯片等于吃汽车味的这个讲法实在太夸张了 这个根本不可信 但也都有人表示不清楚 但通过调查也都知道薯片在全球的销量也都很大 那薯片金黄酥脆 还没有人的外表壳 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呢 我们还会为你层层解问 开始吗 风哥 开始了吗 没有 那我先试一下薯片 哇好香啊 这个是什么味道 海苔味 嗯好正啊 嗯好正啊 好正啊 风哥来啊这个真的好正啊 让你试一下 来啊海苔味的 试一下啦快点啊 导演没来啊来啊来啊 那我先试一下啦 那我先试一下啦 给你吃吗 哦没有啊 我只想看你买薯片而已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要吃啦 哦 节目了 好 好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 薯片黄金酥脆味味又有饮 深受我们这些年轻男女的欢迎 那如我呢 我也很喜欢吃薯片 那但最近有个传闻就说了 吃得多薯片对身体是有危害的哦 那究竟有什么危害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首先买个关节啦 那接着来跟大家做一个有趣的实验 那现在在我手上呢 就是两张平时家里用到的 一些普通的吸油纸啦 那我等一会呢 就会放一些薯片在上面 看看吸油纸有什么变化 好了那首先呢 我会把这边的薯片倒进去吸油纸里面 然后将它们全门碾碎 哇哦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吸油纸上面呢 已经是表面都附了有很多的油在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款的薯片里面的油呢 也有很多的 那再来试一试另外一款啦 就倒这个了 那同样也是把它捏碎之后啦 哇哦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都是一些油脂在这里啊 那其实也证明了我们这个薯片呢 它含有的油都是多少的 那但是它们这个脂肪含量又会不会很高呢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啦 那那现在呢 我就将选三种不同的薯片 送到它专业的检测机后进行检测 那看一下它们的脂肪含量是有多高的 经过12个小时的等待 检测结果出来了 以100克为基准 一号样品的脂肪含量是24.1克 二号样品的脂肪含量是25克 而三号样品脂肪含量竟然达到32.1克 那究竟这些数据说明了些什么呢 边华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实际上每天需要的一个脂肪含量呢 就是已经超过30% 那么就是说你吃了100克的薯片 已经足够你每天 甚至超过每天我们的脂肪的需要量了 以胜华上对人体每天需要的脂肪含量来说 薯片当中的脂肪含量属于是过高的 那么如果有些人特别喜欢吃薯片 经常吃薯片吸入过多的脂肪 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呢 那么脂肪过量对我们身体来说 肯定是存在着坏处的 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大 或者是说我们的活动量的减少 那么这种脂肪代谢在我们身体来说 是肯定会下降的 那么这种下降的同时 我们的摄入脂肪的总量在增加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出现肥胖 我们的高血脂 我们的动物樱化 这些都跟我们的脂肪摄入 就总要操作有直接的关系 以胜协议薯片脂肪含量过高 只能够当作一种零食 有意吃下不可以经常食用 或者是有人说了 这种油炸薯片脂肪含量这么高 那么我就选择非油炸薯片 就不会脂肪过高了 那么究竟事情的真相是不是这样呢 曾经有传言说油炸薯片 是因为它的油脂含量过高 容易出现肥胖症 所以市面上就出现了非油炸薯片 例如在桌面上 这三个全部都是非油炸薯片 这边就是油炸薯片 这个非油炸薯片 就声称它们的油脂含量是非常低的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好了 现在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首先我要将这个油炸薯片拿出来 这一块就是刚才拿出来的油炸薯片 现在就是放到这个蜡烛上 看看它会不会烧起身 哇 好神奇啊 大家看一下 已经是烧起身了 这个就是油炸薯片 竟然可以烧到这么旺 而且这个薯片的表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层油的 还是扶着一层油在上面的 已经是慢慢地扁黑的了 刚才看到的实验 就是油炸薯片烧起身的 这边就是非油炸薯片了 商家就说非油炸薯片 它的油脂含量是很低的 那会不会烧起身呢 我再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非油炸薯片了 现在放到蜡烛里烧烧 看看有什么情况出现 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哇 大家看一下 其实已经是烧起身的了 而且它燃烧的速度也是挺快的 很明显地可以看到 你看一下表面上哪些油脂 已经是出油了 但是这个不是非油炸薯片 为什么还会含有这么多油呢 细密结果令到调查员很震惊 这种声称脂肪含量超低的 非油炸薯片 在点燃火之后 火势很厉害 而且越烧越旺 火势与油炸薯片的火势 没太大区别 而且烧完之后 释出一小块油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非油炸薯片当中的脂肪含量 也很高 我们的调查员决定 我们将买回来的三款非油炸薯片 上去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脂肪含量检测 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以100克为基准 一号样品当中的脂肪含量是23克 二号样品的脂肪含量是22.7克 三号样品的脂肪含量是20.3克 经过前后两次的检测结果对比 我们发现油炸薯片和非油炸薯片当中的脂肪含量 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非油炸低脂肪 就是商家的一个噱头 按照理论上来说的话 我们所说点 非油炸的薯片和油炸的薯片 它在配方上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蛋白质、淀粉、脂肪的比例 不会相当太大 那么只是在加工工艺上有所区别 在制作薯片这一部分要添加油 是一定有的 那么我们只是说到最后的时候 是用油炸还是用加完油的薯片 用高温来干燥它 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制作方法 我们说对外先生的方法也是不同 但是它的成分改变是不大的 那么说来 非油炸薯片和油炸薯片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脂肪的含量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对非油炸薯片深信不疑的朋友 大家就要注意了 那么调查到这里 我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非油炸薯片 其实是商家的一个噱头 所以如果是不想肥胖的 各位朋友都是小吃为妙 但是我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了一些端倪 就是有些商家 在制作薯片的过程当中 是不会有成分表的 但是我现在拿着的这个薯片 它上面的表是暗藏玄机的 大家可以看到 营养成分表上面 每份25克当中含有脂肪是7.4克 但是大家看清楚 它这个淨含量是110克 所以大家如果是购买的时候不清楚的话 只不过是以为整个薯片的脂肪含量是7.4克 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 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从营养成分表 我们可以看出 这包薯片当中 每25克的薯片就含有7.4克的脂肪 照这样计理 整包薯片就含有32.6克脂肪 也就是说 吃完整包薯片 就等于喝低了32.6克的油 这个薯片的脂肪含量 还真是不低 好了 调查到这里 我们就知道 吃得多薯片是很容易会导致增肥的 但是有些朋友就说 我很瘦 我不肥 我要吃多些薯片 其实不然的 这些薯片当中 是含有过量的脂肪之外 它还有含有过量的重金属园 究竟是否真的呢 这里我亦都准备了四款不同的薯片 其中1号和2号是非油炸薯片 3号和4号是油炸薯片 现在我要把它们打包好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里面 检测一下它们是否含有过量的重金属园 经过两天的等待 检测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结果显示 每100克薯片当中 1号薯片的原含量为0.45毫坑 2号薯片的原含量是0.66毫坑 3号薯片的原含量是0.23毫坑 4号薯片原含量是0.38毫坑 从检测机构来看 这四种薯片当中都含有原 那为什么薯片当中会有原呢 这些原含量又说明什么呢 就是很早以前 那么为了食品的膨化这个过程之中 做的质量更好一些 会用一些膨化剂这一类的添加剂 那么这一类的添加剂里面 有可能含有铅或者是含有铝这一部分成分 那么现在就是几年前 国家已经明文规定 这一类的添加剂是不能使用的了 那么如果是一个正规生产的厂家来说 按照这个国家规定的一种方式来制作 是不应该含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就是说铅和铝在薯片里面 是不应该存在的 那么有些人说我还是检测到有 那么我们只能考虑一点 那是不是本身食物 在种植过程之中 它可能受到环境的污染 它还有一部分上量的这个东西 那么跟制作工艺上来说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那么经常食用这一组含有铅的薯片 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在上一节节目当中 我们检测出薯片当中含有重金属卷 那么经常食用这一种含有铅的薯片 究竟对人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危险呢 实际上铅这个成分来说 作为一个中金属来说的话 对我们身体上还是很大的 那么尤其是对于小孩 那么这种损害的话 包括我们的骨髓损害 我们的肝肾功能的损害都可能存在 所以我们所说有点牵 这个东西 我们是尽量在食物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越少越好 但是我们身体也会耐受一部分 也不是从完完全前不能接受 少量在我们身体里面存活 我们身体的功能还是足够强大 那么这种情况下来 可能不会出现那种坏的症状 这么说来 重金属源对人体的危害都挺大的 特别是对小朋友的身体影响是更加之严重 不过从检测的结果来看 每一千克的薯片当中 远的含量都不到一毫克 所以说只要大家平时不是经常大量吃薯片 对身体都是影响不大的 调查到这里我真的整个人都不好了 有人说薯片含有重金属源都不是最得人害怕的 最得人害怕的就是吃多了薯片 竟然会导致症癌 因为吃薯片是在这里吃汽车尾气 有没有夸张了一点啊 这两者有关系吗 吃薯片等于吃汽车尾气 炸薯片的四种嘴 吃薯片等于吸汽气 战蓝星顺当高 吃薯片等于吃汽车尾气 长期使用会引发记忆力衰退 小小的薯片竟然会有这么大的罪状 那这个传闻又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继续为你调查 为了证实传言是不是真的 我们的调查员随机构买了四种薯片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经过24小时的等待 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 这四种薯片都居然含有冰气鲜胺 那冰气鲜胺究竟是什么呢 它是怎样存在在薯片当中的 品质鲜胺这个问题 实际上来说在食物加工过程之中 尤其是含淀粉的食物 那么在高温的情况下 尤其是油炸 或者是其他高温的情况下 它会发生反应以后产生这个物质 不管是用油炸的方式好 还是用高温干燥的方式来说 那么产生的量都不算大 这种量小的情况下 对我们身体不会套在太大的伤害 医生说其实除了薯片 生活当中的方便面 油条等食品经过高温烹煮之后 都会含有冰气鲜胺 那对于冰气鲜胺 国家有什么规定呢 对比起鲜胺这个成分来说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含量的问题 因为它在这种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含量 一个它不是很多 第二一个问题的话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损害 它是一个很慢性的一个过程 那么很多情况下的话 我们不容易观测到它的一个临床的症状领先 所以这个具体的要求量的话 国家没有制定任何的标准 那么说来 冰气鲜胺真的和我们的生活接触很多 那么如果有人经常吃这种高温烹调油渣的食品 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人说甚至会致癌 是真的不是啊 我们所说一点 致癌的一种方式 任何的一个过量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本贫比 黄气霉素 贫瘠心胺 这些东西都可能对我们身体造成损害 但是我们所说一点 食物里面即使少量的含有 如果是我刚才 你不是专制去吃它 专门去选择它来吃 那么这种累积量非常少的情况下 它也不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伤害 这样看来 吃薯片会致癌 这个说法真的缺乏科学依据的 如果这么说的话 吃薯片是等于吃汽车味气 这个传闻又怎样解释呢 这种说法肯定是太夸张的 之所以有这种传言 是因为薯片中含有饼器鲜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定义这种秉吸仙的毒气 跟汽车味气的毒气 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才有了这种说法 不过秉吸仙跟汽车味气 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是不能等同说的 这样说来 吃薯片等于吃汽车味气的传言 是假的 不过专家也提醒消费者 没有必要谈榨薯片而识便 吃某种食物而导致疾病 关键药体涉入量 有相关识源证明 每日连续吃34千克的薯片 就会达到一种战癌的临界点 试片上面烧上的薯片 大多每量是100克左右 也就是说 每日要吃上340袋薯片 甚至可能说 十日八九会怀癌症 事实上 没有人会这样吃法的 所以大家也不必担心 但是在调查当中我们发现 其实跟大人相比 小朋友就更加喜欢吃薯片 那小朋友当吃薯片 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对单一种食物的摄入 过量的话 实际上对它的营养的平衡 肯定有障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是这种 过咸或者是油炸的食物的话 那么对身体的其他损害 也是存在的 也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 不建议这种做法 如果他是真的很喜欢吃 那么你可以偶尔地给它吃几块 而不要说一天吃一斤 或者是一天吃几盒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身体 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在这里都要提醒各位家长 不要给小朋友 吃太多的薯片 薯片只能够当做 一种偶意吃的零食 不可以经常升升 同时孕妇和老人 要控制好食量 薯片美味又有人 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跟我一样 都是抵得不到它的诱惑的 那么我们平时在家的时候 又如何去DIY 健康又美味的薯片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美食特人Gogo 你好 你好 Gogo 你好 Gogo 对了 那我们来到了Gogo 自己的店里面吧 对了 我准备了一些东西给你们吃的 就是这些吗 哇 好漂亮啊 哇 好好看啊 好像 嗯 好香啊 不行 你不可以诱惑我的 我今天带着任务过来的 就是请教你怎么去 截制DIY的薯片 好啊 跟我来吧 好 首先我们的美食大人Gogo 首先将洗好并且剥好皮的马铃薯 放在砧板上面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 放纸巾在上面吸光水分 整齐排好之后 放在烤盘上 再放入烤箱那里 开始的时候 烤箱温度调到65度左右 三分钟之后 再将温度调到150度 剩后30分钟 30分钟过去了 那不知道了 我们Gogo自制的薯片如何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做好了 哇 薯片已经新鲜出炉了 嗯 好香啊 是不是就这样已经可以吃得了 是啊 或者你可以加一些自然粉 或者是加一些盐 都可以 哦 加上配料的话 搭埔是更加之佳 对啊 好的 那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又学会没有呢 以上的步骤 大家学会之后 就可以在家自制DIY 美味又健康的薯片了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节目内容 第一 吃薯片等于吃汽车味气的传言 是假的 薯片是不会致癌的 关键还是要看涉入量 第二 薯片美味 但是不宜多吃 特别是小朋友 一定要控制好食量 好了 以上是我们今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那如果大家是想关注更多 关于我们节目内容的话 可以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公众微信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